參議院以77對13票通過這項臨時開支法案 隨即交由總統拜登簽署 拜登形容這一個是美國人的好消息 因為法案避免了一次損害性的停擺危機 但他又提醒這只是短期的措施 並非長期的解決方案 眾議院較早前以320對99票通過議案 當中獲得207名民主黨人和113名共和黨人的支持 有97名共和黨人投反對票 再次反映眾議院議長約翰遜未能團結全黨 自從去年10月1日新財政年度展開之後 這次已經在第四次利用臨時撥款法案 以避免政府停擺 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領袖在2月28日 已經就一系列全年撥款法案達成共識 但仍未落實細節 而新的財政年度至今已經過了5個月 構成聯邦預算的12項年度支出法案 仍未獲得國會的批准 法案將於3月1日、8日的午夜陸續到期 共和黨領導的眾議院和民主黨領導的參議院 批准短期的持續性決議 將前6項法案的截止日期 然後到3月8日 並將其餘6項法案的截止日期 延到3月22日 對於農業、科學、退伍、軍人計劃 交通和住屋等資金 將會率先好盡 這樣可能會影響食品安全檢查 控制交通管制員的工資 和一些其他重要的職能 一個星期之後 即是拜登3月7日發表國情資民演說的第二天 政府可能會全面關閉 導致國防、邊境安全、國會 和其他很多部門和機構無法運作 共和黨的強硬派繼續向約翰遜施壓 要求他利用政府部門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 迫使民主黨人接受共和黨提出的附加條款 包括加強美麥邊境安全、打擊非法入境制等